大家晚安 有时间录这条片 这间史上凭我记忆 应该是虚得最金的街铺 此货十年 1330万买进来 沽了550万 虚了更六成 好 看着这个坚尼迪街 这个水泳伊坊这个位置 就向这个 它是说坚尼迪街 就向这个吉安街 还是安真街 吉安街 这个位置 慢慢留上 不是什么重建的 是新的大厦 现在是2022年1月9日 星期三晚上10点03分 如果你有加入了 区别人的名单 我都通知了 今晚 这个店铺我也有看过 这间店铺卖了4万年 总之是沽不出 上手业组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它1330万买进来 因为那里又不是重建 你望洞大厦就知道不是重建 那时候买进来什么时候呢 就是2012年底 不是2012年11月 用1330万买进来 2012年11月那时候 是高峰 但都没去到最狂最高峰的时候 可能那里大家吹嘴 那里黄中大正 怎样弯仔 多食肆又怎样聚集 1330万买进来 这个很高峰 那时候真的不明白 1330万买进去 成交了 最终是550万 那是可以的 5分4 10分 超便宜1分边 这个也是一个6.5分位 都抵的 说真的抵的 500多万 你想怎样 拿了10年时间 1330万买进来 14号铺 铺就向吉安街 那便立刻逼静了 没有人去的 全部都是车房工程的地方 建筑面积大概290呎 租客就是一个自助洗衣店 门阔大概10呎 深大概14呎 身上面积大概140呎 租金就15500元 不差的 去到2023年的2月28日 之后就16500元 逐租去到2024年的2月29日 成交了大概550万 成交了550万 那扭龄就是40年左右 回报大概是3.380厘 原本业主叫价就是850万 总之减价 成交了550万 那原业主就在2012年的时候 11月就用1330万买进来 那之后就租金分析 看回如果参加美股价署 平均回报铺头位2.5厘 你计算我这家铺 租值大概是1450元 那就叫做市值 那这些位置不难的 因为始终你怎么都要有间地铺 做洗衣店也好 做车房也好 做物流也好 做转运站也好 什么都好 那都要了 凭我记忆 对上一宗虧得最金的铺 当时我就称于小妹去拍 是2019年8月份 是before这个肺炎 对上一宗虧得最金 就是虧55% 就是湾仔的洛克道271号 地下有间8号铺 是用这个市超越道的 市面积就是20尺 很小的 剩下了398万 注册 上手业主是2013年1月份 用910万买入 910万买入 沽了398万 就虧了55% 租客是一个景泰物业的均匀 租金8500元 回报2.4厘 当时就说2019年8月份 湾仔真是差 虧得最金 全部都是湾仔 真是难搞 所以就是 这件博物店 8、9、10间立即来的 永远危中有机 那你不要的货就联络我们 恭喜你 恭喜业主 那就恭喜你 看回我之前录的影片 讲一下怎样去找我们 大家早晨 肺炎一波波没人上 明天起 只剩下两个人吃饭 和我今天分分钟 学诊数字过千单 肺炎疫情有时间搞 业主经纪 有好急售的话 记住联络我们盛会 肺炎12345波 我明白措施收得越来越紧 这段时间真的很难受 对舖市影响很大 但我们也真的做事 2020年5月份 我就拍了这段影片 当时还说基金 2016年成立以来 买入36间街铺 21个月后的今天 数字已经由36间 增加到78间 即是平均每个月 我们买入2间街铺 今年头一个月 我们已经买入7间街铺 目标今年要买入 港币6至8亿街铺 即是30到40间 如果你是想快 保密专业地 卖出你的店铺 记住联络我们 成会散步基金 有报方售 可以联络我 李根兴 或是9036143 或者同事们 阿妈阿周 或者致电我们公司 28301111 当然也非常欢迎 经纪介绍 看回我 21个月前 录过的影片 说一下我们怎么能够 快 保密专业地 买入你的店铺 商铺业主 经纪们 有铺放售 记住找我 接下来我们很积极地 买香港的街铺 我什么都不懂 只是懂铺的李根兴 一环 我2001年起 就创立香港商机 买过千宗的商铺以内 变形的小生意仔 06年就开始租铺 创立生意 卖给创业者 09年开始 就孤了自己 住层楼 卖了第一间的地铺 13年就出心 他镇监盘 申请过商铺基金的牌照 搞了足足三年时间 16年叫做裸井牌 推出成为商铺基金 被外来的投资者参与 之后 虽然遇上社运 非议 至今 他们已经成功 卖进了36间的铺 全地铺 按中设定 相信是全香港最多 我们每个季度都会集资一次 接客楼会不断地 吸纳香港优质的地铺 主要是中长线持有 帮助客做多些生意 为商铺增值 目标是拥有全香港1%的街铺 即是1000铺 如果你有铺是想放售 或者预下假的话 你自己或者上一代留下的 只要是街铺 可以直接联络我 或者有036-1143 或者同事们 阿Mark 阿Joe 或者致电脑QC 2830-1111 当然 亦都非常欢迎经纪介绍 为何要买铺给盛会 三大原因 一 就好像跑马地 逆阴街的gossip salon 平家家可以是全港最快 快一至两个月 你就马上现金到手 二 实在 和价钱合理 专业的流程 确保交易顺利 需要保密的话 我们都会全程配合 三 我承诺 盛会会成为你间铺的良心业主 遇到大为逆市的环境的话 我们愿意 减租或者出钱 去支持你的租客 二 就是积极地增进单铺的结构 和各类配套的问题 确保是适合营运的 三 就是如果相同的租金的话 旧租客是有个优先逐租权 我答应你 我们会好好善待你的旧租客 做个良心业主 想了解多些我们三浦基金的详情 或者我们如何和租客 创造共同价值 欢迎浏览我们公司的网站 bwfund.com 业主们 经纪们 记得有铺放盆 就找我博下家 大家加油 一起做个良心业主 谢谢大家 明天 今晚安 继续 感谢观看